那么一生俗信的陈明慧明 陈慧明先是四平将军 曾经当将军 领导军人打仗 性行出操 急欲参巡 他就是一直一定要找到六祖 要夺一波 那么为众人先称极慧能 就比众人早一点追到慧能 所以因为他曾经当过将军 所以比较有能耐 那么慧能直下一波一时上 他就讲说此一表信可立真言 这个一是表信物 可以用霸道来争夺吗 那么能引草芒中 慧能就引入 密集躲起来 那么慧明志 慧明已经追到了 提错不动 那个一波很轻的东西 这个四平将军竟然提不起来 是不是很奇怪 所以他就了解 这个是神器 不是我们凡人可以想象的 一波很轻 当将军竟然提不起来 所以那个时候他就转念念头就转变了 来幻云 行则行则就是修行则 我为法来 不为一波来 我是为佛法而来 不为一波来 所以他的心已经转变了 已经不同了 跟那个想要争一波 想要当一代的主持已经不一样 那么慧能这个睡觉 就从隐藏的地方出来 盘坐时尚 那么慧能坐离云 所以这个慧明 他就向慧能坐离 让他行礼 望行者为我收法 希望这个修行者 能够为我收法 那慧能就说 如既未华而来 可贫习诸言 勿生一念 所以霍学在讲的 说万言放下 一念不生 那个出来的地方 就是从这里出来 所以是六祖讲的 不是霍学讲的 贫习诸言 就是万言放下 然后勿生一念 一念不生 五位如说 在那一种状态之下 我才给你指点 这个佛法的重要在哪里 那么明良久 慧明 这样的状态之下 贫习诸言 让他一直贫习诸言 贫习到一念都不生 已经经过蛮久的时间 明天 明天 明天